今天我们在熊主大道去吃一个在四川特别火的三道菜 九秒腰花 爆炒雪花掉龙 油爆猪肝 老马蹄花 带个蘸水啊 鱼香肉丝 薯豆泥烧焦肥肠 平山花椒鸡 这个菜太有食欲了 香醋土鸡蛋 这又来个特色 我先来看一下这个 九秒腰花 特别嫩啊 已经熟了 你看没有血筋啊 这腰花处理的非常好啊 没有什么心酸味 这个味道太地道了 油爆猪肝 它这菜特点就是都是生炒出来的 你看到好像很辣似的 其实这个辣味是会接受的了成辣啊 因为我是比较能吃辣的 这味道太地道了 爆炒雪花叫龙 它在这虽然嫩 但是有一点点小嚼劲吃的很香啊 有时候味就很浓了 鲁豆泥烧腰肥肠 哇这个半米饭我给老过瘾了 所有情年年糊糊的 这种神仙组合 怎么做不得呢 太有创意了 肥羊处理的很干净 没什么藏气味 这是平山花椒鸡啊 鱼入口啊 鲜麻厚辣 我感觉这个菜跟辣子鸡平成出色 一点不输辣子鸡啊 辣子鸡干的这个湿的都很有色色 这个麻辣味道做的心知是柔和啊 这个你继续吃出麻味也能吃辣味 但是吃呢 它不呛也不冲 越吃越想吃 用香醋炒的土鸡蛋你吃过没有啊 你平时吃的都是咸的吧 这是酸的 这酸味很特意啊 老妈提花哦 这个鲜喝汤 这太鲜亮了 加上灵魂料汁 浇给 哇 这个谁能受得了 嗯 像西果冻一样的啊 它这淡水浇啊 一点都不腻了 嗯 太香了 哎呀 这鸡头如果香明了 太适合下饭了啊 来点腰花 鱼羊肉丝 我感觉这个特别适合吃饭啊 就是这个土豆泥肥肠 这一碗饭 你给我龙虾鲍鱼 我都不在饭呢 有想吃的吗 可以过来试试 不会让你失望的啊 嘎嘎地